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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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再美組 各位弟兄 各位弟兄府妹平安喜樂 我是台北新教會十二聚會所二之一區的芳凰文林 那這位是帶我得救的易如府妹 那這位是我女兒小六剛收盡得救 今天 我是今年一月四號授禁的 我今天很高興可以來這邊向各位見證神的愛 那我授禁才大概差不多三個月 但神恩典已經大大翻轉了武漢新生搖搖欲罪的婚姻關係 與家庭生活 我有四個小孩 對這個家瑞是老大 然後還有三個弟弟 對一般人聽到這個總會先張大口 那個單秒鐘 之後才禮貌性的勉強開口說 喔你好厲害喔 你變得很辛苦 當然是 事實是我一點都不厲害 但是生活的確很辛苦 我沒有自己的時間 醒著的時候是房總有做不完的家事 和孩子的吵鬧聲 那萬一孩子生病的時候呢 更是一個傳四個 接下來的兩個月大概都不用睡了 那我先生也不好過 過去十幾年來一直只靠他一個人賺的全家寶 真的壓力很大很辛苦 可想而知我們夫妻都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 更不可能有時間培養或維繫感情 最後兩人就成為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的陌生人 話說不到幾句就吵起來 這樣的家庭氣氛如何能成就孩子的未來呢 我一面想 擔憂傷的靈還是被撒旦撒似住 我得了憂鬱症 魔鬼整天拿著我的挫敗 控訴我是個不合格的妻子和母親 我痛苦的好幾次都想結束自己的生命 是愛我的神總是在我覺得自己走到鏡頭的時候 藉著孩子的口提醒我拉著我 他說只有僅僅跟隨他生命才能找到出口 因著孩子的心我認識了義勇姊妹 那她帶我來到去參加 為主培育鼠林後代的家聚會 那當我向他人提起這堂課的時候 我竟然得到的質問是 你當年不是在美國學的就是兒童心理嗎 你就是專家了幹嘛還要浪費時間學什麼課程呢 但是人不知道的是 神才是真正的育兒專家 那創造了我們每一個人 設計了我們的生命和性格 還有什麼人的難處在他面前找不到答案的 我當年選讀心理學 正因為對人生的奧秘產生好奇和不可思議 苦讀了多年之後還是找不到答案 在家居會中姊妹們拣選了 人生的奧秘這本小冊子 並且陪著我讀 裡面說原來人的被造就是為了成裝神 我以前的生命之所以憂鬱 就是裝了不對的東西 我往後不但要裝對東西 我還渴慕 孩子從小都能將神成裝在他們裡面 走生命的道路 一生到老都不偏離 姊妹告訴我 將會還有另一個成全兒 成全孩子的兒童活力台時 我跟寶貝這個由神而來的恩典 與其在家屠司如何帶孩子 幫孩子進化未來 還不如直接把孩子帶到神面前 讓神親自管教來的親神有益處 神自的恩典是長隨在他們左右的愛護和看護 人不是萬能的但神是 父母不能常陪伴的孩子走一生一世但神可以 我們不見得可以留給孩子享受不盡的財富 但我們可以教他們唯有神的話才是寶貝 才是真正的故族 我的四個孩子在兒童牌裡學到用正確的話 向神祷告 學會誠實 正直 和主耶穌憐憫世人的心 呼求祖民能安定他們的心神 常存在溫柔安靜的靈裡 犯了錯他們自然良心有感覺 他們不見得會立刻來向我認錯 但是他們都能在睡前禱告中 將自己交錯給神 用心懺悔認罪 他們近幾周操練的主題是溫柔 不但學習禱告 請耶穌保守他們成為溫柔有節制的小神人 還學備身經和口訣 心存溫柔不真淨 情緒如何不堅持 任何反對不抵抗 孩子認真的在生活中操練 有一次我家老三的玩具被小弟弟搶了 正著急的想哭也想搶回來 哥哥就拉著他的小手禱告 呼求主耶穌不讓兩個弟弟 呼求主耶穌不讓兩個弟弟 呼求主耶穌讓兩個弟弟都能操練 溫柔不真淨 沒想到才禱告完 小弟弟立刻就捧著玩具回來還給哥哥了 這件事大大鼓舞了孩子 還把他寫在古律本裡 成為禱告的大義的經歷 孩子還在兒童活力牌裡 學著為他人代導 不久前我們家附近發生了一起招牌 整塊掉下來砸傷人的事件 引來了許多的人圍觀 還有新聞台的SDMG車好幾夫都圍在那裡 大家八卦的都想知道受傷的人有幾位啊 傷勢如何如何等等 可是啊我的孩子卻只是冷靜的告訴我說 媽媽我們要趕快為受傷的人禱告 Hallelujah讚美主 如果不是有神住在孩子裡面 這樣憐憫愛人的話 恐怕不會那麼容易從一個小學生的口中冒出來 連我那四歲的孩子看到可憐的流浪貓狗 面頭也是禱告 最小的孩子只有兩歲 話還說得不好 但他常掛在口中的除了不要之外 竟是Amen和主耶穌 每周只有一次的兒童活力牌 竟然在我的孩子身上起了這麼大的作用 這難道不是因為神嗎 神經上明確的指示 神要我們把孩子帶到他的面前來 也要我們同時成為孩子的榜樣 得救之後 我更不時警惕自己這件事 於是我每日誠心 我把誠心當成每日生活的企圖和最重要的是 每次誠心完了一天都能做事有條有理 事實活在淋漓 連我剛受進的小六的家瑞 也受吸引開始每日誠心的生活了 我寶貝任何一次的聚會 帶著孩子每晚禱告轉向主 也把主日視為神的恩諜 慢慢的神也在我身上做工 讓孩子看見為神改變的媽媽 開始變得溫柔變得喜樂 他們更願意把自己交脫奉獻給神 因著孩子在看我的變化 神也開始在我的先生身上做工 雖然他還沒有得救 但神給我信心告訴我 他一定會帶領我全家進入方舟 因為神的救恩是以家為單位的 而且我在兒童婆麗牌看到 一個家一個家的被神成就著 我心裡也是非常的羨慕 因此主啊我在這裡我要宣告 我的先生要得救 不是要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至於我和我的家 我們必定不是耶和華 我們要歸神感謝讚美主 阿妹 我也是借得兒童婆麗牌得救的 因著我一人得救 我先生、孩子 還有我全家13個人都得救了 現在都還在陸續的得救中 進給我家 7月也要搬到北投12會所 為了兒童婆麗牌家黨開 感謝主是主的憐憫 使我的家可以成為 愛光生命的供應 讚